欢迎您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30岁的年轻主厨林田耀来自新加坡 年纪轻轻已经是复合式高级餐厅的主厨 她曾经代表新加坡出国比赛 拿过三面以上的厨艺金牌 从小看着开餐厅的父亲烹饪 心里想着长大了也要向父亲看齐 没想到正当她往厨师之路迈进时 她50多岁的父亲却因病过世 让她瞬间失去了料理的动力 而究竟她是如何再次重拾对料理的热情 到台湾展现厨艺成为顶尖的厨师呢 我们来看看林田耀的故事 认真的摆盘为餐点的美味装饰把关 年轻的脸庞上有着对料理的异常执着 她是来自新加坡的主厨Jimmy林田耀 当着一个好玩 然后就就来了 对那时候也是因为 爸爸刚过世 所以可能想要逃避吧 那时候可能可能对 1982年出生 林田耀今年才30岁 四年前从家乡新加坡来到台湾奋斗 为的竟然是一度想远离伤心地 那一年她的父亲因病过世才50多岁 小时候她看着父亲料理出一道道美味佳肴 因此她从小立定志向 长大了亚奥跟爸爸一样 成为了不起的厨师 今天做的是玉米鸡 然后我表现的是用玉米做不一样的层次 去表现做她的配菜 那摆盘啰 她可能因为顺应玉米鸡这个主题吧 所以她的配菜有玉米 还有爆米花 还有这个鹌鹑蛋 还有玉米笋 所以其实她所有的东西 都跟玉米是有相关的 可是又不是只有玉米 所以吃起来会有很特别的这种 应该算主题的感觉啦 品尝到林田耀的料理 先看就处处充满惊喜 映入眼帘的摆盘 自然留白又有诗意的风格 配菜还处处有衬托 主菜的巧思跟趣味 我是用了台湾的玉米鸡 然后就想要用玉米去配搭 配搭这个玉米鸡 然后这里用了玉米 然后炒培根 然后玉米笋 因为台湾玉米笋很甜 然后做了烙烤 简单的烹调方式而已 然后再加上爆米花 就增添一点趣味性跟口感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小的鹌鹑蛋 因为想要鸡就会想要鸡蛋 可是我这里就用了鹌鹑蛋 应该比较小比较可爱 不只吃来顺口不油腻 尝得到它对料理的细腻用心 这里还有一些牛肝菌的粉 我做成粉 那酱汁是用鸡骨去熬的酱汁 像是不同的食材 不拘泥于相同的煮法 每一个礼拜 林田要发想不同的心意 而且你常来 我来第三次第四次 对 像是鞍醇料理永远都突破 老饕的想象 眼前这一道香料鞍醇 左南瓜炖饭 它将鞍醇腿熏烤十来分钟 再将鞍醇胸以低温烹调的方式 煎到外皮金黄酥脆 接着搭配红萝卜泥 多样化的做法 要让你一口吃下去 味蕾瞬间得到满足 我很喜欢把可能一个食材 弄成很多种不一样的方式 可能这里红萝卜就打成泥 跟做成球 还有刨薄片 跟刚刚玉米鸡一样 对 你喜欢很丰富的感觉 对 经常有上门的涛客小说 品尝它的菜肴 就好像有一只 巧克力广告的用语样 一次满足你三个愿望 可以吃到不同的丰富口感 因为它有两种 两种不一样的香气跟口感 对 因为我们是 就是熏了之后煎 然后进烤箱 跟那个低温烹调的会不一样的口感 因为低温烹调它就比较很嫩 就比较多汁 所以两种对比 主餐令人惊艳 甜点的制作也不马虎 像是日式传统的抹茶马鼠 经过它的巧手 外层裹上高档巧克力 再放上炸米果 夹进了些台湾古早味 一盘甜点 日式西式台式风格 巧妙混搭 像那个里面的那个马鼠 我是用绿 我是做绿茶马鼠 马鼠 对 我就抹茶马鼠 对 然后在外面裹巧克力粉 就你看起来很像是松露 可是你吃下去 你就会吓到 这是绿茶的马鼠 第一个当然是甜度上不会太甜 第二个是它在摆盘跟就是口感上面 变化程度会让我惊艳 不是我们一般在外面 或是任何餐厅 就是可以很轻易看到那些甜点 它是非常用心在做每一道菜 对 会让你想要再来 喜欢求新求变的林田耀 从小喜欢当厨师父亲的根屁虫 看见爸爸对料理的热忱 耳濡目染下在求学的过程中 不断展现厨艺天分 小时候不爱念书 对啊 然后爸爸就想要做一些东西 让爸爸看到 那慢慢就被老师什么去看到 那就慢慢地培养 就进了那个国家青年队 慢慢代表新加坡 所以那时候就给爸爸看到那个成绩 就还蛮开心的 当那时候拿到第一件 就是有国际的初十一的时候 就马上拿给他看 对啊 身为独生子 林田耀希望父亲以他为荣 他真的办到了 代表新加坡参加厨艺比赛 拿过三面以上的金牌 没想到正当他以为一切顺遂时 正值壮年的父亲 却突然因病过世 失去了最崇拜最爱的人 让他无法接受 因为他去世之后 因为他去世之后就可能之前就是想要做给他看吧 莫名里面就是想要做给心里面 那他走了之后 你有一天就看着那些奖牌 就觉得现在 其实我不是在做给自己 是在做给他看 或家人看 对啊 那时候就对料理会有一个 一个迷失 就是 你的那个anchor不见了 对啊 你就不想做了 有 那时候有一点不想做 想要找别的事情去做 因为煮菜也让我想到他 当时一煮菜就想到过世的爸爸 让林田耀面对空前阴影 幸好刚好有朋友牵线 他选择来到台湾 在新的环境渐渐转移注意力 他的好身手也被知名的料理团队向重 被沿揽到餐厅当主厨 就拿之前有一次好了 因为我们这边有结合高尔夫球运动 那有些客人他打一打球 他突然就跑去高尔夫球里面挥两杆 等他回来之后 他发现他的桌上的菜不见了 他就问服务生 服务生就说我们厨房师傅 看到你们这边离席了 因为他对菜是有一定的要求 他帮你重新做一份最新鲜的最热 客人听得就非常非常的窝心 料理不该被限制在框架里 因此他还会自己到美国丹麦知名餐厅进修 寻求菜色的突破创新 现在他一个礼拜更换一次菜单 让顾客上门常味常鲜 在异乡打拼的生活 如今最放不下的是母亲 觉得有点不孝 对啊 对 因为他一个人在那里 然后有时候真的有时候生病还是什么 听到电话里那你又不能照顾他或者什么的 就还蛮难过的的时候 一转眼来台湾已经四年 他克服语言隔阂 也爱上了台湾的人跟料理 下一站他希望或许有一天 也能开一间餐厅 延续父亲的料理梦 也能开你好 的 lasci尔进去